我們怎樣將影片放上youtube 其實youtube是很有效的工具 我們每個人都有很多不同的見證 譬如你說我以前是怎樣做的 後來我做了一個 show 怎樣改變 這是一個見證 或者我是曾經有憂鬱的 有困難的 有不開心的 有煩惱的 人際關係有問題的 後來怎樣改變 你都可以拍這個影片 其實現在的手機都可以拍到影片 不然你有相機全部都可以拍到影片 如果你想拍得好 買一個攝錄機就可以拍到 拍攝的部分是不難的 就算你沒有相機也通常有人有 最重要是學不怕 這個其實也很重要 因為對鏡頭很多人都會呆了 又說話又說錯 那你就連連連連連說到純熟 這個都是其中我們進步的地方 譬如我自己說到 就是我在不同的情況去說 說很多很多 因為我以前有很多機會 以前教小朋友 經常都有機會去說 所以我就有很多聚會 青少年的聚會 經常都不斷 有一個星期很多次的 所以是有很多很多機會去說 大家說就洩露了 洩露了之後 那你就去YouTube開一個戶口 就是YouTube.com 那你就開一個戶口 那你開戶口 那你開戶口 那你幫它想個名字 想清楚 因為你有了個名字之後 就應該是不能改的 它就是YouTube.com 之後 forward slash 向前斜尖 跟著你有一個名字 你放上去 以後你都會用那個名字 那你自己想清楚是甚麼名字 你先想清楚 然後你放上去 我們也可以教你 怎樣放一個 就是 廣告放在尾 廣告是關於耶穌的 譬如說 關於耶穌如何好 如何祝福人 或者你願意如何幫助人 譬如你願意把你的電話放上去 那他可以叫他打電話給你 如果你不願意 你就說 耶穌如何祝福你 打我的電話放上去 你可以找二牧師 因為我的電話是全世界都通的 你說 你可以找二牧師 二牧師會幫助你的 專業的 是的 那你就把我的電話放上去 這是其中一個方法 那你甚至呢 除了說你得夠見證 你可以說些甚麼呢 我懂得煮甚麼菜 這樣煮甚麼甚麼 我積冷衣 我甚麼東西 總之你懂得的東西 做頭髮 我怎樣做 都有人有興趣去看的 那你就 還有你有甚麼見證 你經歷性有甚麼見證 全部都可以放在網上 那這些是可以學的 那在影片 你就可以學用這個 Windows Movie Maker 可以做到影片的 那如果有人想學 你就告訴我 就教你 其實難不是難的那個部分 自己都難 難是不難 一點都不難 其實如果你講的時候 講述 你這樣照 如裝擺放上去就可以了 這個是一點都不難 難是你肯去做 肯去做 大家有想到一些東西 你可以來分享 這個其實是 衝破你那種願意 分享的心 衝破這個東西 我明天試讀一下 OK 可以試一下 你自己攝錄一下 那你就和衝破那種 看到自己在影片 就很害怕那種感覺 是需要衝破的 可以拍拖 可以拍拖 有 有 在 我們可以拍拖